2016年U20亞青南排賽 日本隊以分組第二晉級八強 今天對戰泰國隊兩隊纏鬥五局 日本隊在決勝局活力全開 最後以局數比3比2減勝 日本隊隊長高麗健泰也認為這場比賽贏得驚險 明天日本隊將隊上哈薩克隊 日本隊總教練邱景欣烏表示 教練團已經做足分析工作 今天明天的隊伍是分析了 今天是很堅強的試合 但我希望明天到明天的試合 調整一下 加薩克隊的隊伍是速度和速度的 所以我希望對戰散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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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日本隊今天拿下晉級八強後的首勝 對於明天的比賽 他們已經做好萬全準備 記者 蔡佳怡 蔡宜錦 高雄報導